事故發生後 第二天一大早 台鐵東線海端站 除了站台整修工人進出之外 工務段倒班維修工作 全部暫停 火車也以慢速行駛方式 經過火車站 現場氣氛相當凝重 23日有三名正在施工的 倒班工人 遭到正在進行駕駛訓練的 電力維修車撞擊 尿成兩死一重傷的公安意外 外界質疑台鐵 對於新進員工的訓練 SOP是否有疏失 火車迷迭聲一定很大聲 不可能沒聽到 台鐵一定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這一定要爭取國家非常 因為這個不是說 故意的還是怎樣的 它是應該是人為疏失 因為倒班的工作相當的辛苦 在第一線 能夠讓新進的人員 可以提早就位 能夠有好的傳承 這個我們要加速的來推動 檢察官偵訊後認為 誠信實習司機和中信指導員 兩人設過失致死等最嚴重大 各以10萬元交保 死者判信領班的家屬 都事故現場招魂 兒子對著空蕩蕩的鐵刀呼喊 再也看不到父親認真工作的背影 一場重大的公安意外 帶走兩條人命 也奏成兩個家庭破碎 台鐵必須趕緊找出 重視原因給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判證前蔡山台東 採訪報導